三 二 请婚 总统蔡英文 立法院长游锡坤 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 共同挥动鱼球拍 启动烟火释放 在绝烂花火中为中华民国庆生 也见证高雄港区的开放与蜕变 这一次我们国庆烟火选在高雄市房 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 经过立任市长的努力 还有陈其迈市长定定定的加速推动市政 已经让高雄非常不一样的展现面貌 我们知道我们高雄还有高雄券 上面还印有带姿意 那么今晚大家可以来高雄欣赏国庆宴博 看完了还可以留下来看看多走走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在立任市长接连的努力之下 高雄的各项建设日渐完善 港区也成为了高雄的一大特色 所有在高雄奋斗的人 共同在这片土地写下自己的故事 同时也一起见证了高雄的改变与进步 高雄市交响乐团 从来就不是一路顺风 严慌唱歌 而是聊天贵娘逆风前进 而我们伟大 困难的高雄人 也共同将他们奋斗的故事 写在我们心爱的土地上 高雄市交响乐团在港湾边演奏 动人的乐音搭配着绚丽的焰火 每首台湾金曲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视觉与听觉双响宴令人震哲 而市长陈其迈也隶属今年 冬奥代表台湾参赛的高雄级选手 大赞他们有不放弃的精神 他们都展现了自信 勇敢 坚韧 这是 高雄大党的精神 也是我们这座伟大城市的象征 我相信 未来的20年 高雄也会以这种精神 承载着大家的梦想 全速前进 回向未来 对全世界 展现我们高雄自信的美丽 从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人团结防疫 打了漂亮的一仗 在国庆日这天 才能用双眼见证 如此炫彩多目的焰火 也期待接下来的振兴计划 能够帮助台湾的经济 再次复苏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